Morning,我是宇凡 欢迎来到我们新开始的五分钟聊健康系列 在这个新系列里 我想让你们在五分钟的时间里 用很轻松的方式 认识那些最常见的健康问题 它是怎么发生的 还有你可以怎么做来战胜它 回到你的健康生活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化疗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的白血球数会大大的降低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但却是一个必须而且很重要的过程 当我们的身体受伤或生病的时候 都会发炎 在发炎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必须要扩张 因为这样子体积比较大的免疫细胞 才能够大量的感到伤处 做杀敌和修复的工作 所以完整的痊愈过程 一定会先发炎 再消炎 最后就是痊愈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伤病源找到 再移除 那就可能造成长期的发炎 比如牙齿不好的时候 吃东西总是不能好好的咬 或是压力大的时候消化不好 食物吃进去总是没有消化完全 没有消化完的食物会腐败 肠道就一直发炎 这样免疫系统就要一直去工作 它会超疲倦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 每天都会有癌变的细胞 但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都能及时抓到它们 把它们移除或消灭掉 免疫系统里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免疫 因为哪里长期发炎 而资源被牵制 或是因为老师加班 所以太疲倦了 最后免疫君在工作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 被损害的细胞 癌变的细胞 复制错误的细胞 就会没有被抓到 正常的细胞 在成长的时候 如果碰到另外一个细胞 它会自动停止生长 但是癌变的细胞却不会 可以说它不懂得 尊重别人的界限 即使碰到另外一个细胞 它却还是要继续生长 这就形成了肿瘤 所以癌变前身体 一定有持续发炎已久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大火已经烧了很久了 当我们发现癌细胞 进行化疗的时候 化疗药物的功能 就是大型的消炎 可以说化疗药物就是去用力灭火的 但是当我们用药物去消炎的时候 免疫也会同时被抑制 这就是为什么化疗的人都很容易出现 白血球下降的问题 因为白血球就是免疫细胞 那白血球下降怎么办呢 这时医院会给予病人提升白血球的治疗 所以病患也可以同时补充提升免疫的保健品 用以协助这个化疗所产生的副作用 这样才不会因为免疫过低而感染其他的疾病哦 除此之外 也提醒癌病患一定一定要多喝水 而不是一直喝营养品补品 因为会让好好的细胞癌变 缺氧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水就是承载氧气的 如果人因为水喝的不够而脱水 那就可能会局部组织缺氧 最后癌变 要扭转这个环境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补水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健康保健问题都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有机会我们会从留言中找问题 制作影片帮大家做解答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